因为最近搬家了 然后这个旁边有工地哒哒哒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没有 RV大家知道吧 它最近出了一款拼图啊 售价啊 我不知道 大号手市场均价卖6000元 7000元 但我买的比他们便宜 5980元 一个RV的这个购物袋 本体在这里 它是一款扎染水墨风格的拼图 然后它还有很多同款 什么滑板啊 西装啊 本来我想买套西装搭配这个拼图的 但是一看这个售价 那我走 打开看一下 里面还有一层布这样裹着 上面都是RV的一些印花 它的正面比较好看 这种水彩风呢 当然先说明一下 我从来没有买过奢侈品 所以这个圈子我不太了解 我买它只是因为RV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品牌 然后平时我也拼了很多拼图 我想知道这个品牌出的这个拼图 我平时拼的有什么区别 然后它的价格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你让我花一万块钱 去买一个这样的拼图 作为一个收藏啊 我可能是非常不会太愿意的 但如果换成同价值的 非常稀有的拉比小型中古时期的物品啊 我可能就会买了 你有玩没玩啊 它RV的拼图是这样像小抽屉一样拉开来的 然后里面有一本RV的小的说明书 我突然发现我穿到好像那个RV里面的那个会员啊 然后这皮上写着意大利制造 看着拼图数量很多 但只有529片了 这个拼图全球限量4000份 然后我看有一些人会把这个拼图盒 拿回去当一个手势盒用啊 这个拼图很厚 会比我们平时拼的这个拼图还要厚个几层 然后也很硬啊 没那么的软 先把它全部翻过来 不过它这个拼图摸着是真的舒服 像是摸着那个桃丝碗一样 我平时拼的一些拼图 它这个触感确实蛮粗糙的 但这个就非常的光滑 好那么先来系个实 我们收起来的这个边框 先给它拼出来 那么边框拼完是一个正方形54x54 然后我发现RV的这个拼图特别特别的松 就是你拿在手里吧 它没有那种切合度 就非常松 一拿另外一块就散了 不知道它是不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我之前拼的拼图就是一碰上 就知道它是属于这块地方 但这个并不清楚 这个拼图的难度吧 我觉得还蛮容易的 这个拼图白色的部分并不是很多 然后这个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但它不会变颜色 所以废话不多说 表体 这边儿会继续 Hernandez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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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怎么错的还能放进 不是你们说别人为什么第一件RV的东西是衣服包包鞋子什么的 但为什么我的第一件RV的物品是拼筒呢 我先拿胶水给它沾一下 先给它翻一个面 它背后就跟纯黑拼图差不多 哇塞这个拼图有点普通 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拼图我都舍不得用胶水去涂一层保骨子 因为它这个触感实在是太棒了 是我拼过拼所有拼图以来最好的 那么总共用时是9个小时24分钟 因为前期我想着就500多片吗 谁不行 谁不行 我不行 还是蛮有难度的 我为什么花了这么久 是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分类 所以花的时间会久一点 如果你是分类完就再拼的话 我觉得时间起码缩短一半 应该不会有山寨的 毕竟只是个拼图而已 学会闲的物料去做一个山寨版的RV呢 是吗 拼图盒也可以拿去做一个手势盒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 后面录制全程虚焦 我就是个傻子 行吧 请不吝点赞在订阅需要组续 请不吝点赞在订阅需要续 这将会订阅需要续追求 顾问画像用